我不知道他們怎樣比較 我之前提過這個問題是怎樣肯定 這個世界只有修羅藍 可以做到這個實驗 就是他同時有瘋性和紅性的器官才可以試到 否則他怎樣說的痛楚 多少級、多少度 完全沒有科學的數量來驗證 有些人說很痛,不要再說 你們害怕什麼 這個時代的科技 還不可能發展到男生可以生寶寶 你們不用這麼害怕 但生腎石的話 你可能會感受到生寶寶的痛楚 可能會有一點感受到 自己射吧,這些位置,漂亮 你們有沒有試過被人踢龍珠 我有一個朋友試過打網球 被人一個網球撞到龍珠 那時候痛得馬上跪下 他說完全是說不出話 聲音都變了一開 他說 不是啊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沒有ene 沒有荷爾蒙 漢隆聲 變成有武力 就叫 那時候沒多 你一刻就會覺得 是不是變大獎 不是吧 這麼厲害 馬上爬下 現在說什麼 網球有沒有事 很痛的 馬上跪下 他跟我說龍珠痛 通常痛不是一顆龍珠痛 他會感覺到裡面很痛 龍珠在肚子上 不知道為什麼會影響到 震盪會傳到膀胱 他會說整個疼痛 龍珠就不是最痛 裡面痛的地方 通常摸著沒有那麼痛 你被人打一巴掌 你下意識摸一下臉 好像沒那麼痛 龍珠被人握了一腳 馬上摸著龍珠 就會覺得龍珠沒那麼痛 但最痛的是裡面 龍珠的器官很複雜 裡面有千絲萬縷 扯著很多東西 當然可以在裡面那裡 才是聚頭 痛得說不出話 好 好 可惜了 這一下被不出去 咳咳咳 你們有沒有試過 啊 你們有沒有試過被人打龍珠 小時候 通常人們都喜歡玩什麼 閹來閹去 喜歡玩這些神經病的東西 很容易做 肯定是經常打龍珠 我最近有看過一段影片 日本有個玩圍閹大賽還是怎樣的 今天看到有些人在一個cosplay 帝子魔童 比達玩圍閹 他有個規則 你當是道中的人肉電鑽大賽 你都不可以隨便閹 那要怎樣閹呢 就是一定 他的玩法好像一定要在別人的背後 比如說你想閹那個人 你一定要站在他屁股的位置 然後從後一下子偷逃閹下去 一定要下至上這樣才可以得到分 如果你直接在正面這樣對下去 是沒有分的 就是犯規還是怎樣 就會懲罰 就會站在那裡被人閹一下 類似這樣玩 有看過一段這樣的影片 他們又玩得很忙的 即是說現在日本很流行 不只是 不只是 剛才說的那些 龍豬人 cosplayer 在這裡玩 還有他們在市區 會搞一些比賽 就好像那個什麼 道中的 人肉電鑽 World Cup 950 類似這樣 在不知什麼市場 市中心說 幾點鐘到幾點 就會有這個比賽 不知道是否只有男人才可以 不要說 因為女生沒有龍豬 就不能參賽還是怎樣 你們怎麼看 這個比賽 我是覺得玩這個比賽 就很怕 人家一旦大力 一旦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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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他們又沒有防禦措施 我給我 胡陰理 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 只大力 我就覺得很牙煙 你們怎麼看 你們怎麼看 女生好像 我不肯定 我不記得 不能女生玩 但是 有這件事 還有一則新聞 說地鐵 地鐵 現在 將會為八個站 起床 起床 因為 很多人有這樣的要求 類似聽取民意 這樣 就會在人流最多的站 建廁 裝環 尖沙咀 轉車 那些地方 建廁要建多久呢 大家 你猜一下 是去到201 2020 好像是 如果沒有記錯 2020年才能建 建廁 建廁很久才能建廁 我也想不到 比建高鐵 建廁 建一棟房子也能建 2020年 建廁要4年才能建廁 我都覺得是匪夷所事 他們沒有說這些廁所是隨便可以用的 還是要問職員 現在地鐵站也有廁所 只是給職員用 你那些是沒得去的 只是市民、乘客 沒得去 這些新建的 應該是每個人都可以去廁所 如果你在地鐵急使 你會馬上衝過去 例如你現在在哪裡 在旺角急使 當然是你馬上搭去尖沙咀 我說 我本身要去觀塘 我說不如搭去幾站 過去 去哪裡先去 會不會呢 隔這麼多站 去到都賴 說真的 你能不能撐 所以當然有人問 黃恩豪蕩 還是什麼 什麼 終於肯有廁所 還是什麼 人家日本地鎮完 用六天做好公路 是啊 四年建一棟樓都可以 萬里長城都可以建好 當然 他建幾個 還不是每個站都有廁所 他是幾個站 你說全部站 四年建廁所都說 合理 全個站可能有很多個 當然是 他建四年 才為不知幾多個站建廁所 居然要建這麼久 當然又可能加價 現在為了提升服務質素 你看地鐵有市安 又加你價 又不知加你多少票價 有家沒有價 建廁所又很貴 什麼石屎又加錢 什麼什麼 日本的鐵路好像也有廁所 一定有 好像車站有廁所 我覺得日本車站是有的 一定要有 就是別人覺得合理 車站 原本就是 日本的鐵路叫什麼 逆站 什麼逆 什麼逆 馬赤的字 就是逆 那些人說 就是由逆站轉移過來 那個字 逆站就是被人休息 或者怎樣 就是要有個 廁所才是合理 大哥 又說什麼 家庭位也不是廁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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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JR 有些人坐去 什麼 新幹線 是有 有廁所 對 我也有 我也有用過 對 對 但是你說 屎內地鐵 就不一定 那麼大 可以有廁所 但是你說 站裡面有廁所 我的確是合理的 就是我認為 就不應該說 沒有 那 之後 還有擔心說什麼 就說外國 外國 有個 中年婦人 中年婦人 年紀都三四十歲 他本身會吃肉 還是怎樣 後來 他就聽不知哪個朋友介紹 他說 只吃水果 他之前已經不是吃很多肉 那 就常常吃什麼 紅肉 就是吃魚 雞 不吃那些快餐 垃圾食品 但是 都是有些病痛 即是說 常常關節炎 等等等等 然後 後來 好像他 他就上瑜伽 他說上瑜伽 他就什麼 學那些智識 他說 瑜伽老師教的 營養智識 就跟他說 什麼 你只吃水果 他說 你什麼 以後就吃素食 水果素食 他每天就吃西瓜 香蕉 總之是蔬果類 好像沒有食材 只吃水果 大部分 不知為什麼 他說 就醫好他的肌肉 童症 還是什麼 關節炎 骨膜炎 他說 他的樣子都變得年輕了 現在又變得 用光換髮 很美 他的確保持得很好 你看他的樣子 就不像是 四十多歲 他現在像是二十多歲 他說 他現在也叫他兒子 他說 本來他的兒子 什麼癡肥 現在都只是給他吃水果 還是怎樣 吃水果果糖很高 會有糖尿病 不知道 西瓜 沒有那麼多果糖 我不知道 但他就很年輕 看到他的樣子 就像是吃防腐劑一樣 就沒有什麼變老 你有沒有覺得 你們身邊有沒有人吃素食 只是吃齋 或者怎樣 你覺得有沒有對身體 真的有幫助 真的健康一些 或者怎樣 有些人說吃齋的 是什麼心平氣 心境平和 心平氣和 有些人說 總之是健康一些 沒有病痛 精神一些 沒有肉類 然後他說 我有些朋友吃齋 他說 他有個朋友 他爸爸偷偷知道他吃齋 覺得他沒有營養 然後偷偷地 煲湯 偷偷地放了一些肉 然後隔渣 隔了一些油 但我朋友是長年吃齋的 他一聞就聞到肉味 他就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他就不是宗教信仰的人說 會打爛齋 背 怎樣怎樣 他自己純粹覺得這樣健康 營養 我看他也挺健康的 我的朋友也 的確是 皮膚很好 沒有什麼暗瘡 又很光 很精神 他好像很無限體力 我已經超累 他仍然超精神 可惜 差一點點 你怎麼看 但也有些人說 吃肉才有力氣 以前 以前有些朝代和尚可以吃肉 我不記得 日本的和尚就是這樣 吃肉 因為沒有力氣 因為日本的寺廟很大勢力 有士兵 什麼本願寺什麼 有軍隊 那些增兵是會 吃肉 補充體力 有肉才會有氣力 有很多說法 你們怎麼看 你們覺得 你們身邊有沒有朋友吃債 素食現在都多了很多人 早幾年就少很多 早幾年都多了 早幾年都多了 以前哪有這麼多 以前只有那些 那些 信佛教 那些 那些 有信佛經 那些 才會有 大嶼山 有得吃債 一心平氣王是真 但連蒜和洋蔥都要戒 為什麼 蒜和洋蔥 他們是植物 有味 佛教 那些 不可以吃濃味 那些 就不當只是 韭菜 那些 都不行 但是如果你是 外國的 素食者 就應該沒有什麼所謂 蒜頭 好 這個好 沒有穴位 輕輕鬆鬆 有些人說 我試過不吃肉 經常很餓 沒有力 有些人說要習慣 吃債 可能一開始 會有這樣的 當然要嘗嘗嘗嘗 才行 啤酒 算不算債 以外人來說 啤酒 純粹用什麼 小麥做出來 那可不可以說債 外人的 佛教 就不行 佛教 就很廣泛 濃味的東西 酒 更加不可以 就是享受 凡是 你有這樣的享受的東西 就不應該 會產生墨肉 你就會覺得 噢 被一些物質 控制了你思想 酒這些都會上癮 那當然不可以 難道你說煙 可以嗎 和尚可以吸煙 這些不可以 噢 噢 我認識一下 給的不夠美 噢噢噢 噢噢 佛教 佛教是 某些佛教的食慾 就是剛剛我說的 某些寺廟 某些寺廟 或者某些派別 就可以 噢 啤酒真的有債 有債 啤酒 什麼vegan 啤酒 我不知道 這些也是 其實回教徒吃東西 都很講究 你不要以為 噢噢 只是佛教 回教徒 以前除了你們一般知道 不是說 只是不吃 豬肉 回教徒 那些肉 所有的肉類 你知道是要 唸咒才可以吃 他們會幫 例如說 要殺隻羊 他們會念咒語 做一些儀式 幫超渡那隻羊 當然是殺了那隻羊 才可以吃 好像也不知道 要望向哪邊來殺 不知道是不是望向聖城 麥加之旅 那些肉才對 我有一些中東朋友 說我從來不會去中國餐廳吃 我說為什麼 他說 你可以不叫豬肉 那些也有牛肉 他說 中國人有時候下豬油 偷偷地 他說什麼信不過 他說偷偷地下豬油 或者用不知道什麼油 他說怕破了他的界 他說很擔心 他說信不過 他說其他餐廳很少 他說中國餐廳通常亂來 就是這樣 總之就是這樣 吃齋 但是沒有人回答我 你們身邊 我想中學時期 其實少一些同學會只吃齋 一去到工作 那些人就會開始 那些人 會有了自己的思想 有理念 有些人 吃齋不是為了健康 是有些信念問題 就是覺得不想殺動物 類似的 就會覺得不好 所以他就不 不吃肉 不是純粹為營養 健康 是自己有信念的 我也有聽過這些 很多種 還有一些 可以吃奶 類製品 這些都叫做齋 鬼佬是可以的 就是你拿牛奶 你沒有弄到牛 你只拿 他就覺得這些是合理 但是你圈養這隻牛 其實都可能對他很殘忍 狂啪 那些什麼激素 有些養牛的人 為了焗牛奶 都是這樣 不斷打針 那些乳牛 其實都未必過 很好 所以這些 很多學問 也是有這些 咯 咯咯 又說有音樂人 喜歡吃齋 可以增強創作能力 這些 我就不肯定 有沒有那些 只是吃肉的人 不吃齋 人類是不可以只吃肉的 是吧 是會 就是 餓不到屎便秘 導致有很多後遺症 是吧 就是沒有 你可以選擇 雜食性的 又吃肉 又吃菜 也可以選擇只吃菜 但是 是不是不可以選擇只吃肉類呢 有沒有人知道 是 你們怎麼看 水壺主的人 經常都只吃肉 什麼幾斤牛肉 每次去到什麼客棧 什麼武衆 什麼兩斤牛肉 然後又 什麼 喝酒 就是這樣 對不對 又說什麼 戒了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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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人說 不好意思 我戒了齋 這些菜 有沒有菜 下次吃東西之前有沒有菜 有不行了 我戒了齋 不好意思 我這個人只是吃肉 我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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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肉食主義 不好意思啊 我戒了齋 你可以這樣跟人說 很特別 五花八門 這些 無所謂 你可以只相信 你可以奉行吃肉主義 有什麼問題 人家都不能歧視你 對 剛剛 咳咳咳咳 只吃肉的話會有什麼 剛剛說吃齋 就說好處 什麼心境平和 可能不會便秘 等等等等 精神一點 皮膚好一點 如果只吃肉 會有什麼 後果 超大隻 可以變成阿樂舒 鬼佬 這樣 對不對 有一次 不知道 看哪個訪問 不知道 他見到李小龍家 李小龍 說 做生牛肉 在這裏吃 攪拌機 之後他就混蛋 還是怎樣吃 即是增強肌肉 還是怎樣 好像有說過 咳咳咳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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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適 只吃肉 肉類就有什麼 脂肪、鐵質、蛋白質 這些東西 植物比較少 但是就少了纖維 維他命 那些 均衡飲食 我想應該最好 不像 什麼都吃一點 我認為就是這樣 中醫 有時候都會叫你 湯隻雞 虛弱的人 就喝雞 有一次看什麼醫道 我記得有一次看醫道 就是有一個女生 掉了頸 就是醫不回 然後那個主角 立刻湯雞 立刻把雞血淋在他的口上 好像就是這樣 有時候都有他的作用 我看起來就是這樣 我沒有一個偏好 大家吃雞 或者肉也好 大家吃肉 均衡飲食 現階段我的想法 我想均衡飲食是最好 什麼都吃一點 不要偏吃 當然最好了 只吃肉就會有大腸癌 什麼容易有大腸癌 剛剛說到佛 這些新聞也有得說 話說在泰國有一個驗性 他有一個驗性 之前會拍三級片 之前很紅 後來他不知因緣祭會 他不知信佛教 信佛教之後 他說他跟佛祈禱 你猜一下祈禱什麼 他說希望可以找到 嫁到有錢老公 他說他本身信基督教 然後他跟佛祈禱 希望可以嫁到有錢老公 果然他不知嫁給了一個 很有錢的美國商人 他說這個有錢的美國商人 就很好 他說什麼每次按錢 他說提款卡 按機 每次按 他說都會分一半錢給他 他說就很好 無論他按多少錢也好 100萬也好 他說一定會分一半給他 現在就會 那些屋還是怎樣 所有東西都漂亮 豪華還是怎樣 但是他的老公都年紀比較大 現在就已經是 不知七六八十還是怎樣 他說現在就會照顧他 怎樣怎樣怎樣 當然他就說 我有這個好老公 全靠我信佛教 天天打坐 還是怎樣怎樣才可以做到 然後有些人就說 神經病 他說完全歪曲佛教 他說什麼 祈求佛給你嫁有錢老公 他完全曲解佛的意思 當然有些人就說 根本是什麼金錢交易 有些網友的評論 根本就不是什麼 什麼婚姻 戀愛 裝了東西 終於到漂亮 他本身信耶穌 然後就後來改信佛教 就跟佛祖祈禱 我不知道跟什麼佛祈禱 不一定是釋迦牟尼姆說 他跟佛祈禱 就說什麼希望嫁有錢老公 之後他就敲經念法打坐 最後如願以上 嫁了美國富商 然後他說美國富商 每次是提款機 按錢都一定會分一半給他 很好 類似是這樣的 然後他就說全靠信佛教 類似是鼓勵大家 如果你都想生活幸福美滿 你就跟著我 一起信佛教 你有機會嫁到有錢老公 那些人就批評他 而且也好像有說 他有IG還是什麼 他現在經常貼性感想 有些人說 一個信佛教的人 會不會經常這樣貼性感想 有些人就這樣 有些爭議性的事情 不過佛教有很多派 有很多 很難說 泰國有什麼狀傳佛教 什麼達賴喇嘛 什麼轉世 那些也是很複雜 最正宗的佛教就是 哪裡 印度 印度 印度的佛教 印度的法源地 印度也可能有些 混合了那些 什麼 印度教的 進啊 我認識 差一點點 你怎麼看 你知道印度教有些 有些神 都是 或者那些 形象 教義 都是很色的 我不記得了 有些是 就是 他說的神 是很色的 會有 好像希臘那些 例如說 宙斯很色的 他們都會有這些 神 他們的神 會人性化 有性格 我有印象 我有讀過這些 有很多 有什麼象神 有什麼蛇神 女生 好像女窩 其實全世界的神 有時候都很像 女窩 有什麼蛇神 有什麼 他印度教也有這些 有什麼 有什麼 SHIVA SHIVA 好像是蛇神 我記得是這樣的 印度 你知道那個宇宙是怎樣的 他說什麼 宇宙的定律 他說什麼 一開始是很 什麼 Milky 好像奶色 他說宇宙就是 一盒奶色 然後就是不知道 他說什麼 神仙在那裡 搞一下搞一下 然後他說 所以 慢慢 搞一下 煮一下 就引育了萬物出來 什麼地球 還是什麼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這樣 一開始印度的觀念就是這樣 印度教 有 他說有個宇宙 所有的宇宙就是 起源於 一盒 一盒類似奶色的東西 我記得那篇論文是 什麼 Milky Milky 不知道什麼 就是奶 乳 藏物 然後就有一些神在那裡 煮 他說可以搞一盆 搞一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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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地球 月亮 生了出來 有什麼 記錯 肯定沒有記錯 這個一定沒有 一定沒有 佛法 什麼分五成 人成 天成 聲文成 獨角成 菩薩成 而中心 日本就是 什麼 韓國蒙葬的大乘佛教 知道有小乘 那麼複雜 為什麼那麼多 為什麼耶穌 耶穌只有天主教 基督教 不過後來還有 石安教 分了十幾二十個 都是有這些 是時候轉完遊戲 辛苦各位隊友 繼續是CanCan兄弟所畫的圖 請等等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